求求体验100种职业 今天是市场营销 今天大家感受一下 在湖南卫视跨点上会做赞助商势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本次广告预计在湖南快晚进行投放 提前来到长沙准备商务谈谈 去到会议室的路上 路过了几个热门节目的演播厅 还有著名的粉丝街 很多艺人会出来在这里跟粉丝打招呼 谢谢大家今天过来 11点来到会议室 开始确认资源包内容 看似轻松 实则双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暗藏玄机 我先简单介绍了投放的产品 这是我们蓝蔻的2024龙年限定领核 也是本次想在湖南跨外 去进行一个投放的产品 其实它上面的这些中西结合的元素 它都对应的有不同的美好寓意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守护天使 它其实寓意就是说守护心碎 像我们这个产品蓝蔻少飞品一样 稳住肌肤 稳住龙年 那么我们也相信呢 这条非常热烈的锦修发 我们今年可以承受我们所有人 跟着湖南卫视一起热烈向前 对方也表达了合作的喜悦 接下来就是长达一个小时 资源和权益的争取 不过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最后一次彩排前 带着礼盒来到海口 因为当时礼盒还没有上市 所以一定要小心保管 第一次出差来到海南 沿岸的椰子树 绕着海岸线连成一片 热带气候造就了这里碧海蓝天的绝伦风景 我也总算可以在酒店办公了 工作到七点 出发去最后一次连排 所有部门和艺人 都会按照正式演出的流程走一遍 作为品牌方 也需要确认自己的TVC播放次数 口播词是否有误 锦绣花龙的飞出画面 彩排结束后 再对细节进行一些调整 跨年当天六点来到场馆外 作为赞助商 享受的当然是最失恶华的待遇 跨年潮会正式开始 五元和体育场人生顶飞 作为观众和作为赞助商 看演出完全不同 观众在表演期间最认真投入 而赞助商在广告期间最紧张其中 观众拍舞台拍艺人 我们拍所有跟自己品牌权益相关部分 发给自家老板进行确认 我觉得把所有赞助商放在一个房间 这是天才行为 大家赞助完跨完 不就该赞助我了吗 确认了每一个植入权益以后 大家紧绷一晚上的神经才放松下来 随着演唱会的结束 赞助商们也基本收工 三楼在各个位置的同事们 重新集合 准备一起离开 和大家新年的第一个拥抱 是工作永满完成 祝大家请受楼檐 买赞人生 这一年来 挑战不断 但从未退缩的自己 咋办的没买到 新年收工吧 走出场馆 品牌房说正好是新年了 说我辛苦了 你一定要给我花个大红包 真的假的 初演 我怎么说